我常常也在思考 这个书法除了在美学之外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应用在医学上 书法跟医学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那我最近有看到一篇研究报告 就是台南大学的博语文学系副教授 有跟三军总医院以及振兴医院有个研究团队 他们针对这个危险群的健康长辈 特别注意是健康不是已经失智的 就是健康 但是他已经处于这个高危险群的 帮他们做了一个为期八周 每周一次每次五十分钟的书法临摹的实验 因为想要看看这个书法在医学上有没有一些成效 结果就很有趣就发现说 根据这个三军总医院神经科主任林俊杰医师 他的结果就显示说 当我们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呢 临摹的是古文 就是象形字啊 甲骨文啊 或是经文 比较类似有图案的 那另外一组呢 就是让他们临摹现在的楷书 那在临摹的过程中呢 他们有侦测这个心跳 呼吸以及脑波 结果显示这个 骨文组在心跳跟脑波的部分 优于现代楷书组 那也就是说 在心跳跟血压的部分呢 骨文组有比较好的缓和效果 那在脑波的部分呢 也显示有放松脑部的效果 同时能够刺激我们指尖 手指尖 这个尖端的那个血液循环 那进而调整我们的自律神经 所以这个呢 是书法在健康长辈的 那个实验里面呢 可以看得出来 那另外还有一个研究是 正心医院的内科特约组织医师 他所提出来的 连续8周的这个书法范本临摹 确实可以缓解长辈的身心压力 那同时也对于这个注意力集中 以及肢体的调节 有很大的帮助 书法对我们人体很有帮助 那素杉安 有没有我们真正的例子 当然有啊 是 想想看 古今中外 书法家是不是都很长寿 举个例子来说 明朝的文贞铭 好有名哦 对啊 他活到几岁 88岁 在古代这样是非常长寿的啊 对啊 是的 是的 不得了 那现代呢 现代有谁呢 哎 您一定知道 有个专门画鸟 画虫的那个书法家 好像是去年有他的消息 对不对 对对对 他活到几岁 这个我就不晓得 他活到几岁 他活到107岁 哇哦 在现代这样也是不得了的啊 是啊 他是我们现代台湾 最有名的鸟虫书法家 鸟虫书法家 但是很不幸他去年11月不是了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啊 我举我妈妈的例子好了 我觉得他真的是让他的心情愉快 就像你说的土纳之间他心比较定 然后呢 他练习之后呢 就有进步 结果我回来会跟家人分享 甚至我们帮他表在那个胯框里 不表表框然后挂在家里的墙壁上 他很有成就感 所以这种医学我想是无法测量 可是具体是有实际的效果的 对对对对 非常非常感谢就是 这样的国粹哦 真的很值得再好好地发挥 是啊 那当然也证实了现在的医学 有提出了一些证据研究证明说 这个书法呢 的确是可以 集中注意力 可以改善认知 那甚至于呢 可以延缓失智 那当然在这个稀土之间 写字当时的这个稀土 运气之间呢 是对身体是有益的 你要写字你就要呼吸 然后在你写字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在稀气跟土那之间 做一个做到一个平衡 当你你会发现说 诶你的稀跟土之间 达到平衡的时候 你写字写出来的字 自然就会很平稳很漂亮 就会很平稳很漂亮 对所以不要在乎 不要在乎一开始就 啊我很久没有写了 哎呦我笔握得不好 我写得不好看 基本上我们在练习书法的时候 是讲求身心的保健 跟好野心性 不在乎这个字的美丑 对我觉得苏珊讲这个话 真的她说都不用管 说字写的好不好看 真的帮助我很大 我刚开始好紧张 刚刚第一个字的时候 很紧张 很抖很抖很抖 对对 后来写到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 当我说要放轻松的时候呢 她写出来是说自己都觉得很漂亮 对 我自己不敢说漂亮啦 但是就是有比较可以看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